因为你的身体比太阳月亮还亮 那你的寿命呢 十几亿年呢 各位算一下 你到了第四层天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然后你再乘以四倍 乘以四倍 那种快乐跟享受 但是呢 到了第七层天 那又不一样了 第七层天叫色界天 他们的快乐 已经不是那么下流的快乐 没有男女的遗忘 没有吃的遗忘 就像你去看虚空 看大海 而且这个海会出现很漂亮 漂亮的景象 跟很好听的声音 就像各位在听海浪的声音 有点在听交响乐跟流行歌曲 一层天是流行歌曲的声音 一听了就会发疯 在那边跳 那交响乐那种宁静的声音 那有一点像天主教的圣歌 教堂的声音 那种圣乐 那叫色界天 那色界天就有十八层天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每一禅都有各种不一样的快乐 这种禅修的快乐 然后最高层的天 还有四层天叫 无色界天 连这个景象都没有 是一种心灵的快乐 安住在无边 安住在清静的意识 安住在这种心的平静 的快乐 最高的寿命叫八万大节 那一节 大节等于十二亿 超过十二亿 然后八万大节 那就没办法算了 一种无量无边的快乐 所以我在这边讲各位 你要开始修 你能不能升天 如果你要追求快乐的人生 那什么样可以让你升天 但是我们佛教不是为了升天 我以升天的福报的快乐 来回向极乐世界 这样 我以升天的各种快乐 来回向父母 回向众生 这样 这是佛教的 叫修天不升天 修福不享福 所有的福报 去回向给众生 不执着 这叫福慧双修 但是虽然 我们讲天不就近 但是你没有升天的福报 那就不用讲成佛了 所以 那快乐的人生 我们佛教分三种快乐 第一间 第一种 来 世俗的快乐 也叫自私的快乐 我有钱 我比你有钱 我很骄傲 我做总经理 你是我职员 我可以喊东喊西 不然怎么办 我帮你开除 世间人这种 自私的快乐 甚至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头 别人顶上的快乐 踏着别人头 我这个房子盖的是20万 我可以卖到100万 太快了 我申请这个专利 本来是10块钱 我申请这个专利 现在可以卖300块 所以一件东西 从原始到 底下拿到 它已经好几层的剥削了 大家是靠这个赚钱的 那时候你可以赚很多钱 就像买卖股票一样 就像赌博一样 赌博一样 我就是赢你 你输了 跑路了 你家的事 自杀了 我赢了 我很快乐 那我想世俗的快乐 往往建立在 其他的痛苦上面 就像各位杀生 吃肉 钓鱼 赌博 甚至很多人 买得很好的跑车 吵 吵死人 然后很危险 大家觉得很快乐 就像一个女人 她把自己弄得很性感 让其他的女人 都哗凋谢掉 全部男人都看我 那种欲望的 自私的 刺激别人的快乐 所以当然这个快乐 是无常的 而且是很苦的 跟吸毒一样 吸毒现在很快乐 但是往往被抓去关 为了毒品 所以我在台湾的监狱 老实说 监狱里面的女生 一进去以后都剪短头发 各个白白胖胖 好美 80%都是吸毒的 吸毒以后被强迫 卖毒 卖淫 不然他没办法养 养他自己 被强迫了 所以进去以后 他们就不会吸毒了 在那个环境没办法 但是呢 他们就恢复他本来青春的样子 在女子监狱里面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知道吗 台湾监狱是这样 你被关起来的时候 是怀孕 那你可以在监狱里面生小孩 而且生了这个小孩以后 你可以养三年 所以里面有人怀孕 大家就全部人照顾他 然后那个小孩子 就一人抱一天 因为没事干 就像抱小狗一样 所以台湾有很多监狱长大的小孩 但是还有一个不好 就是说 你如果进去了 还没有四个月 监狱就说 你最好堕胎 他会要求你堕胎 除非你能够很坚持 或提出你的宗教信仰一样 然后不准堕胎 他会鼓励你堕胎 因为你生在监狱里面 监狱也麻烦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去救 所以那时候只要他们要堕胎 我们就跟他说 你不要堕胎 所有奶粉 因为监狱不会给你奶粉 不会给你这些尿布的 我们就会找很多人 跟里面的人都讲好 只要又有女生怀孕了 通知我们 我们有一票人去养他 牛奶包括他三年以后 或是他不想带 我们就给他带回来 开始养他 所以外面就说 海涛法师有儿子四肢的 监狱里面不是我生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堕胎 我们想办法来养你 特别以前因为有很多 越南的 泰国的 菲律宾的 他们到台湾帮忙做事 结果就不小心被弄成怀孕了 怀孕以后 然后有时候他又没有执照 因为他去做买卖 肉体买卖 一怀孕以后一抓到监狱 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堕胎 因为他不能生 一生下来他就不能再做这种买卖 肉体的买卖 那时候我们就要进去一直跟他说 说到没办法 请那个通灵的当鸡跟他说 因为他已经不讲道理 但是给他保证这个小孩子 甚至还给他 你生下来我们养你 这段时间的医药费身体 我们都给你就是要救那个小孩 不要让他随便杀掉 那生下来以后 就买牛奶 尿布 但是有些还是把他杀掉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他一生下小孩 他就不能再卖身体了 而且他也不知道这小孩爸爸是谁的 我讲这个问题 我希望各位去了解他 因为了解所以慈悲 也就是我们学佛 不能关在自己家里看经典 你不了解众生相 不了解这个世界的苦 学佛对你没有帮助 你可能只会坚持地藏经是对的 佛华经是对的 禅宗是对的 因为你是在玩弄佛法 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帮助众生的 所以一部地藏经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那种 特别是死刑犯 要被枪毙的死刑犯 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地藏经 因为地藏经有写到 一个人在不管他怎么样的恨死 能够听闻一佛号菩萨 乃至一点经典名 他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身 因为他们怕下去 所以地藏菩萨跟地藏经 是死刑犯最重要的 然后吸毒犯最重要的是大悲咒 他们毒瘾一来以后 我们就叫他咕咕咕咕 赶快念 所以他们可以把沐鱼敲破好几个 所以他要赶快透过念大悲咒 能够让他毒瘾能够慢慢地过 所以后来就有人批评台湾的吸毒 都会念大悲咒 但是至少认为 他虽然知道吸毒不对 但是事实上他们心灵很脆弱 你要给他一个东西 他念大悲咒 他念炉香战 所以喜欢唱的 我们就叫他唱炉香战 唱得很好听 喜欢画画的 就是你要转移他的感情 因为他在里面很孤独的 你要转移他的这种情绪 变成一种升华 最好就让他拜佛 画佛像 然后做一些 我们在监狱都教他们 拿那个金银子折成 特别是死刑犯 用往生皱折的莲花 在外面是在买卖 但是在监狱是他们赎罪最好的方法 他杀死人 我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折莲花 然后这个莲花折越多 哪一天你枪毙了 我们就用这个莲花 这个莲花会载你去离苦 所以他就很认真 因为你不给他一个东西 他不相信 当然真正了解佛法以后 你就不用折莲花了 莲花在你心里面 那是因为他们一开始还不能够相信这种心态的修行 必须从事情里面 所以在这边各位不要批评人家折莲花 为什么对他们是需要的 所以一条炼猪每次我们进去 他说法师有没有带炼猪来 这是他唯一的依靠 左手拿枪右手炼猪还好 别做坏事 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 至少他还有一半 他还有一个信仰 但是如果你不去了解这些 你就不知道一句欧弥陀佛多宝贵 像我第一次去念大悲咒 我对大悲咒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因为那个是一种 反正你出家就要背就要念 就像一个学生要学物理 要学化学 要学算术 你不会觉得那么宝贵 那有一次不知道去哪一个监狱 那边有在执行死刑 然后那个死刑犯难得能够出来 然后那个典狱长叫我 跟他们念大悲咒 那当我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那么死刑犯就跪下来 二十几个跪下来 然后我在那边撒 撒这个甘露水 那很多死刑犯就举手 我没撒到 原来大悲咒对他们那么重要 因为他相信他要被枪毙 而且台湾的枪毙 他不通知你的 明天上午要枪毙 早上一睡醒 突然有警察进来 就知道有人要被枪毙 不知道是谁 他如果提早通知你 你就会发疯了 所以他们都不通知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又怕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去念大悲咒的时候 他们会跪着 一定要杀在他 我才知道说 哇 大悲咒对他们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念的好像家常便饭 对他们来讲 这是他们唯一这个时候的依靠 死的时候念地上皇菩萨 现在也念大悲咒消夜 那有空的时候 折莲花 而且他们的心里很痛苦 为什么 家里人很少来看他 很多 特别吸毒的 吸毒 卖毒和杀人的 家里人都说 你死都不要回来最好 所以他们被枪毙以后 他们不去认尸体的 不去认尸体以后 这个死掉的鬼魂就很怨 很怨他就 如果他下地狱就被拉走了 如果他没有下地狱 他就会留在被枪毙的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枪毙的那个地方 一般人不敢进去 然后我们进去也会有感应 马上就觉得两个地方痛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台湾是 然后地上一堆沙 然后他就把你推推推到那边 突然把你推下去 然后从你的后面 就是打你的心掌一枪 再把你太阳穴打一枪 然后血就留在沙上 沙就把他到时候弄下来 把他冲水冲掉 然后又换新的沙 然后里面的墙壁 全部灰色的 你不准有任何宗教标志在里面 所以那种心态 各位可想而知 但是你要去了解 他们进去里面以后 然后有些已经手脚发乱了 有些是喝酒 然后有些是脱了 各有各的情绪不一样的 所以问题在那一刻 各位你要关心 如果你是他 你那时候又很想着你的家人 而且那些你强奸他女儿的爸爸 在后面看 他就是希望你死 法官也在那边 典狱长也在那边 那些当然被执行死刑的家属不能来 他们是能来领尸体而已 但是被杀的女儿的家属可以来 那种心态 所以各位偶尔你要去那边去打坐一下 像我这样讲 各位你就要去官修 当你是那个法官 当你是那个典狱长 当你是那个被强奸奸杀女儿的家属 当你是那个肃行人 那你的心态怎么样 因为在这种苦的心态才需要佛法 我这样讲 我很怕这么严肃重要的佛法 就像一部救护车 这么重要 你吧